呈現最新來看到巴勒斯坦武裝組織哈馬斯 剛剛宣布要接受埃及以及卡達所提出的 加薩走廊停火協議 但是現在以色列軍隊 依舊對加薩走廊南部的拉法持續開火 戰機不斷地丟下炸藥來轟炸 雖然哈馬斯已經宣布了接受停火協議 但是以色列方呢 總理納坦雅胡還是強硬地強調 進攻拉法的行動不會因此停止 更有消息人士指出呢 以色列軍隊預計在未來幾個小時之內 就會佔領拉法的過境點